风轻月朗的大好日子 城主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透智得意的 大好日子 为什么一定要是风轻月朗呢 拜 因为城主啊 知道答案 风月两个字去掉边框 就是石碑上刻着的那两个字 重二 果然惊喜得很 不管怎么说 我活下来了 靠我自己 桂花城有十二名地杀 只有一个空位 却有两名候补 如果不出意外 主子和婉香姑娘 还是只能活下一个 现在两个地杀候补 城主有什么打算 再出一道题目诗室 今天这样的安排 他居然都能活着出来 我想 这一般的题目 怕是难不倒的 我倒是有个主意 不知当奖不当奖 你说 城主可以把公子的那个任务 同时交给婉香婉妹 让他们两个一起去 让他们两个一起去 一方面 公子那边说不出什么 另一方面 如果他失败了 我就能顺理成章地 要了他的命 对了 派出去调查的人 有什么眉目了吗 还没有呢 不过 我相信假以时日 我们一定能找到 对抗公子的靠山的 公子 都是按照你的吩咐 我熬药的时候特别小心 没有人看到 怎么样 这次发作厉不厉害 你 公子 别再紧张 我 不碍事的人 不用看了 人已经死透了 下来一定是岔罗的人 很快就会被打扫干净的 他们未免疫情人太深 我娘能和接关鬼化城 虽扶了岔罗做城主 但又毁了行府 岔罗和我娘 可武艺却在我娘之下 况且我娘还有先王座靠山 她就算想推翻厅主院 也无从下手 这几年我娘不知宗旗 岔罗队 又由我接管了鬼化城 她觉得对她来讲 这是个机会 所以才是不是派人 打探我的实力 你也早该习惯了吧 但月影认为 公子不能再继续放任她了 我并不是我娘 我并不是我娘 放心吧 在必要的时候 我会让她认识到这一点